通緝犯巨檢 開車狂飆 吃上了37張的罰單 在桃園有一名男子 在前天晚上8點左右 因為沒有打方向燈 被巡邏遠景攔查 沒有想到他因為害怕 自己的通緝身份會曝光 結果一路高速的闖紅燈 逆向蛇行 最後車輛打滑自撞了樹叢 不但狼狽招逮 拒捕的過程也讓他吃上了 37張的罰單 最少55000元 鳴笛聲大響 遠景要前方這輛黑色轎車停下 但他就是不停 還在路口来一個大回轉 遠景一路飛車狂追 前方車輛飆進了鄉間小路 但車速過快 加上雨天路滑 整台車直直衝進樹叢 才停下 真的是不用走啊 乖乖讓遠景上靠 原來他是一名詐欺 毒品通緝犯 19號晚上8點 桃園有巡邏遠景在路口 發現他變換車道 沒有打方向燈 上前攔查時 他因為害怕身份曝光 加速逃逸 一路高速闖紅燈 逆向蛇行 警匪追逐了6公里 最後在河東路和河廣一路口 打滑自撞路旁樹叢 狼狽落網 而一路拒捕的違規罰單 共開出37張 若都以最低金額計算 最少也要繳五萬五千元 無限駕駛逃出車外 當場被原警逮捕 警察無乃因涉嫌詐欺毒品案件 遭到通緝 原警還在他車上搜出毒品注射的針筒 通緝犯拒檢 還危險駕駛 不僅違規罰單要繳身上 再多背一條公共危險罪 被移送罰辦 記者林朱強桃園報導